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了 我们今晚就会探讨一个题目 我们的听众非常之有兴趣 我们过去经验 我们接收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 对一些外星的消息 或者不明来历的飞行物体 都很有兴趣 今晚我们是讲的 关于外星接触个案里面 外星人给外地人有什么信息 大家都想一下 都会感觉到 我为什么会有些人 会那么有兴趣呢 其实最简单来说 如果外星人能够有 能够经过一个 这么漫长的太空的过程 来到我们的地球 来到探望我们 他们一定有些很超越的科技 我们地球都知道 地球人的进度 其实很多时候 跟我们科技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就算在这一方面 我都希望 都可以知道 如果有些比我们科技 更加超越的生物 或者智慧的物体 对我们地球人 他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地球现在面对的问题 是否可以 从他们那里找到一些答案呢 我们今晚的嘉宾 是孟芳 方仲满小姐 我们大家都在电台 都听过他 在几次来电台 跟他分享这方面的资料 孟是香港飞碟学会的 会长和创办人 他很多年来一直在美国各国 在商界一路做事 一路在外国 跟随一些UFO的专家 和外星人研究的人 一直探讨 直到九五年 他犹骗了二十多个国家 追寻外星人的遗迹和个案之后 就回到香港 就创立了香港飞碟学会 最近他自己除了这方面的兴趣之外 他自己也是一位英语的教学 他用新的方法教英文 另外一位嘉宾是James G 大家都听过他 在这里和我们过去 一直都有帮他做一些不同的节目 他也是香港飞碟学会的幹事 从事研究免费能源很久 UFO的现象 领导医疗 健康方面 反动力方面 这方面 原来James是我们互联网的 90年代初期 他是当时互联网的先驱 但他自己 是这么多年来 他值得创造一套 叫做简单的做人科学 是帮助我们 能否教人做一些比较理想的人类的行为 是 阿孟 多谢 有多少 我听见你所说的 你已经收集过一大大桌 二十几个外星人接触的个案 不止二十几个 不过先出街二十几个 是 当年月亮 我们很想知道 在你的资料搜集里面 有什么信息 你觉得很值得 我们香港人 听众 应该有机会听一下 我们最近 其实我们说了一个接触个案 就说了十几年 我们搞到会这么久 最主要是说瑞士的农夫 Billy Meyer这个个案 虽然他都开始得很早 是四二年 你见我写三个年份 其实他是三个老师开始的那个年份 他们接触那帮外星人 自称是七子梅星 七子梅星有几百光年外 如果我们开始飞碟外星人这个运动 说一些外星人几百光年外 就比较安全一些 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还有这个个案 是近代讯息最多 和证据最多的一个个案 是 那天我们说了 我才发现原来 他接触过的外星人 是要整个表 列出来成三十几难 我不知道是不是三十几个外星人 三十几个外星人 三十几个外星人 都有很多类型 那好了 我们现在觉得 够钟了 现在都开始接受到 虽然仍然是很多人会抨击Billy 是 那我们够钟要说一下 其实五零年代 是有一大堆的外星人 接触个案出现过的 五零年代是一个 Yield of Change 一个改变的年代 如果你都记得 嬉皮运动 要改变世界 要和平 peace and love 都是那个年代开始的 是吧 那其实呢 不无原因 都不是巧合的 因为那个年代 有很多外星人 接触个案出现了 即是contact 不是说abduction 又不是说channeling 是 当时那些contactee 是明星来的 你看回 Frank Strangers 这些 和当时一些出名的 歌星明星 上报 上镜 拍很多着 石丝套 去酒会 去播场的照片 有contactee 握手 我们现在看到的 很华丽的八卦集节里面 那些很漂亮的照片 有contactee 当时那个 我想是一个外星人的wave 他的strategy 就是想做很多个案 接触很多人 我看回这几十个个案 我最主要是based on 我的稿 首稿 十几年前 我的师傅 我的UFO师傅 匈牙利直的博士 他研究飞碟外星人 有二十多年 现在应该有三十多年 他自己也是一个很有integrity的学者 他写食文学的东西 但他那时候的emission 就是要写三本 treology 三本的书是讲alien messages 就是由接触个案里面 看回外星人的信息 我帮他打的 我打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什么事 就是第一次接触 在外国 嗯 打完等了在那里 很密密麻的稿 成三寸厚 三寸厚 等了在那里十几年 我又搞这个设计 我拿出来 一个月之内 看了成三分二 这么多稿 是 那天我们讲了四个钟 都讲不完 是的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有个问题 一张slide是这样问的 五零年代有这么多个个案发生 当时是有一个UFO的浪潮 就好像当时有一个Hippies浪潮 有很多照片 你会看到的 很有趣 去酒会 跑去 好像当年的Woodstock 那类的气氛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为什么过了这么多个个案 这么多证据之后 没有了影 接着我们大部分人 都是六零 即六零年代出生 我们已经过了 Contact T的UFO浪潮 Contact T明星的UFO Wave 那个年代之后出生 我们可能就不记得有这件事了 就好像六四那样 不断找人提醒 因为他不存在 所以我们要提醒他出来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 不断地把我二十多个案 都说了他 我们再回到几次说 还有一个 好了 他们的信息 即是我们曾经都知道 如果你有接触过他 接触之后 他一定是借助这些 接触的人士 说给他听 他想我们地球人 得到些什么的信息 我们现在看看 逐个个案 说一点 才到最后的答案 好 不知如何 走回头 逐个说 我们的信时序 1920 很简易 比较早一点 比较早一点 因为我们对着表 但听众没有表 对着 我们很快 设计一次 我们最早的 1920年 Albert Cole 在屋泰华 两个年轻人 爬着一个 Canoe 的时候 见到一个 金星火星来的人 外星人 ZRET ZRET 他就在河边 一个大石 他就救他出来 看到旁边 有个飞碟撞毁了 救他出来之后 外星人 跟这个船 回到母船 拿了上面的命令 就说 OK 我们教一下这个小孩 Albert是小孩 他跟他接触了46年 那么久 46年 46年 他当时要保守秘密 答应外星人 46年之后 他才写回这本书 出来 如果这本书出了之后 六几年 六几年写回出来 这本书 有另一个 1932年 Howard和Conney Manger 在新宅西州美国 外星人给了一些信息 和知识 他就做了一个 自由能源的飞碟 自由能源某种 自由能源的摩打 那后来 这个我不太笼统 我未看得完 后来这个东书 应该是不知如何消失了 还是被政府的人员拿了 那他就发起籌款 等他可以再做多个 但是到现在 都做不到第二个 他拍了一堆相 曾经有一张飞碟 是亮的 在夜空 停在地上 有一个外星人 穿着太空衣的 色彩 黑影 拍到很亮的飞碟中间 那当时他们得到的资料 就有一个可以制造 免费能源的一个工具 是的 可能是一个飞船的摩打 或者自由能源的摩打 好了 到1942年 Billy Meyer 这位瑞士农夫 他有三个老师 每个老师大约是十一年左右 四二年 第一个老师 就是SFATH 是七姊妹星人 第二个老师 是五三年 一个女外星人 由反物质宇宙到来 Antimatter Universe 他叫做ASKET 然后呢 其实后来 我们经常说的讯息 最多 就是他第三位老师 七五年那位 就是Semiase 是一个很漂亮的 金头发的女孩 一定叫他女孩 虽然他们几百岁 他控制到的样子 是二十八九左右 很有趣 如果上飞碟 见到智者 那些master 他说 形容他的样子 大约是三十九 智者就四十岁 普通我们见到那些外星人 就三十岁 后面加了两个零 不知道会不会三个零 哈哈 好了 Billy Meyer接触的外星人 就是多罗罗 他的讯息也是最详细的 他的书 contact notes 成档 至少二百多个contact 是 document 写了书仔 过完Billy Meyer 之后呢 我们想说George Adamski 这个呢 除了Billy之后呢 我觉得有两个最重要的个案 就是George Adamski 和稍后我们讲的Frank Strangers George Adamski 就是加州 在1946年 他就 可以说是第一个 是世界文明的 即出名到 接触外星人 接触到世界上出了名 而且是周游列国做世界巡回 哦 去见女王 去见教宗的 见了两个女王 好像是丹麦 丹麦 丹麦 是丹麦的贵族 那他本身是什么人 是荷兰的女王 他自己是什么 他自己是美国人 加州 他自己是美国人 他有少少其他的欧洲血统 但是他是一个农夫 教师 教授 他好像做很多样东西 所以我说不出他是什么 哦 OK 好 他接触到外星人 就有来自金星的Othon 来自木星 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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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 Hunt Williamson, 美国加州的人类学家 他跟George Adamski在加州 第一次见外星人在加州的沙漠 外星人在沙地上踩了两个鞋印 鞋印上面有很多code 密码 说明是一些技术密码 不是一些零星或空间的密码 有人拆解 又是这样 拆解到那个人又是人间蒸发 一个巴西的工程师 George Williamson 除了跟Adam Skid那次见到飞碟之外 他又在业园无线电频 玩玩玩就收到外星讯息 挺好玩 到下一个Richard Bird Richard Bird在1947年 他其实是一个空军的 有军阶的 应该是上将 都挺高级的 他有游票出去纪念他那次的旅程 或者他的公职 他飞过了北极 飞过了北极 中间其实是中空的 其实里面住的环境 比外面更舒服 外面是风吹雨打日晒雨淋 里面是很平和的 一天到晚都很舒服的 太阳又不肯烈的 这样说 他就是进去 他看到一个智者 那个智者就是戴着 中国人的博帽的 东方大师 这样的 他说了什么讯息呢 等一下我们一次个统结好吗 因为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语重心长差不多是同一对讯息 是的 我不想重复二十二次 我已经可以认为他有不同的讯息 即是不同的时段 他每一个有自己特色的地方 是的 他那个特色的地方 就是我现在的讯息 OK 好 Daniel Fry 就是三年后 1950年 在美国深入西哥州 New Mexico 就是罗斯威尔聚毁 飞跌各个 很出名的国家 都四七年 三年前 他是当时在世界上 是国际间有名 出名的 火箭的专家 火箭科学家 为什么那里那么多飞碟 不用问 因为那里 有一队人 有一队人 在研究 核子武器 核弹 他跟他接触 那个叫Alan 外星人 他其实是未来的 第一次 他在国庆那晚 很多种考核之后 然后他一路在那边 在沙漠地走来行去 本来想去看烟花 跟着看到 前面有个飞碟坐在那面 去 captures mer 那里面 一路摸 那路 他就一直解释很多飞碟的机制、推进、物料 就带了他、邀请他去游 游了纽约上空,然后回来 以后就跟他做好朋友 之后那些接触呢 其实是通过一个很小个 好像蓝球或者网球之间那么大的通讯器 在附近 就变成一个外星人在母船上面 绕着地球高空这样运行 经过这个中间的转播器 就跟他沟通 很有趣的 Alan他说他几年后就要下地球 我下来我就要做美国人 我想我叫Alan 但我现在又不熟你们的ABC中英数 他就叫他拿小学的中英数 没有中文 OK 英文和数学 教科书 一、二、三、四年班 几个月就换了一批 他夹定在哪个位置 在实验场那张椅子 摆下他拿上去读 读完又换又还 很努力地读我们的 可能去考生中士 那时候 如是者就读了几个月 还是都不用几年 几个月而已 中间当然很多信息 他因为是火箭科学家 说了很多推进地球科学 和他们的科学的东西 Truman 下一个个案 五二年的 拉斯维加斯的一个维修员 车厂的人 不是一个高深教育的人 很有趣 如果他是一个很平民化 很实际的人 他接触那个人 那些外星人 也不是很高深 有第二个空间 差不多非物质又不是那些 有多实在 他们说他们是由Planet Clarion C-L-A-R-I-O-N 那个女外星人的船长 叫Aura-A-U-R-A 这个字是解身体的肛场 跟他说了很多说话 但这个个案 就飞去了很多地方 他说请了最后一次 第十一次的contact Truman 就跟Aura坐飞碟 去了他们的星球 游到七天游 哦 七天星球游 去住Aura的家 他说回他们的世界很多 他很有趣 原来电影里面 不是看到有些车 直接在大厦之间这样飞 是这样飞 是这样飞 他形容到是这样的 他们的交通工具 原来电影都是这样抄出来的 即是玩飞直飞 即是玩飞直飞 是的 他们都是这样飞 其实电影里面 很多东西 如果是很 consistent 出现一致 多数是有些真的个案 都会说出来的 是 好了 1952年另一个个案 Ovio Angelucci 加州 他是乐协 飞机工程的一些工程人员 里面的员工 但是他那个个案 很有趣 他接触那些外星人 在太阳里来的 太阳 他自己本身 不是一个 他是一个病君 整天病 病到整世 痛不欲生 不如 他说 哎呀神啊 你让我死去算了 有一天 他很好奇 出现之后 他想做这个 冬菇在大气上层 会不会有一个组织结构变化 是吗 外星人在观察他 咦 这个人 可以 从此观察他几年之后 最后就contact他 这个故事又很有趣 他当时 全世界他们 在找三个potential的contacttee 他其中一个 告诉他 他就说 为什么 你们说 太阳不能住 是吧 这么高温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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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们不反驳我呢 不要自己听 慢慢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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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留在这里 我有东西 我有东西 回答你 是吧 这个是从太阳来的 Lera Orion 两个是 真的好像 那些 经 圣经 或者佛经里面 讲那些天人 他若隐若然 他这个世界和人 是好像一个流离 星光闪来闪去 七彩彩虹的所有东西 他的身体都是 还有个Neptun Neptun 就低级一些 直接和他contact 多些 好 刚才Dino 另一个国外 57年 Dino就是巴西 当时接触他 当时他只有十多岁 是年轻 刚才James 他后来做了一个很出名的教授 在物理学上 到他出名了 上了年纪 他才开始 透露 他当年年轻的整件事 就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 My contact with flying saucers 这本书 那个外星人 他没有说是什么名字 他由 Jupiter的月亮 叫 Anne Garney Garney May 和 Io 由 木星 由 木星 由 木星的月亮到来 那一批外星人 这本书很科学 他很天文学 说明星体 为何太阳系 可以一个引力 一个推力 令到它转 以及说 Gravity 其实是没有这件事 没有Gravity 那就是牛顿那些不正确 那就是牛顿那些不正确 外星人 那些不正确 OK 还有说另一样 就是说了三个 很革命性的概念 说不行 那这样的东西 没有人看 其实 那个 为何地球 是围着太阳转 因为磁场 不是Gravity 不是Gravity OK 但是他说这些概念 其他人都有人说过 是 其中一个就是 Core Castle 在Florida 建起Core Castle 那个人 他也是这样说 现在 现在 最近 有一个新的 Astronomy 的Theory 叫做Electric Universe 他们建议 一样是这些东西 就是 Gravity的效果 是很小 最大的效果 就是Electrical Electricity 和Magnetism 是联系的 现在这个 就是说Core Castle 没有的 是的 他这个 他也是说 Magnetic 他说 在太阳旁边 有个Magnetic Center 就是因为 Magnetic Center 和地球的Magnetic Field 是有牵引作用 所以地球 就围着太阳转 和现在 Electric Universe 的想法 是很相似的 而且 他也是最早 一本书说 飞碟 为何飞 就是电离化了 它的蝶身旁边 制造一个 Open的空间 这样飞 是 他也说到 将来我们 有两个太阳 成为一个 双太阳 Binary Sun System 这个故事 很有趣 这本书 外星人 给了Volkswagen 的老板 科学家来的 这个科学家老板 又交了给 当时全世界 最大的科学院 就是苏联的科学院 苏联科学院 收到这本书 三个月之后 他自己公布一些 他说研究到 Solar Light 是repelling 太阳光 是压出去的 不是吸 不是有个Gravity 扯一些东西 因为这本书 很可能 这本书 也不是开玩笑 其实不是 这本书很久 看图书馆 借到的 是香港图书馆 书来的 是吧 我看过这个 很多都是外国 在外国 我们要休息一下 数分钟 很快会更 哎呀 你转天来 风湿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了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一个 分享一下给儿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创二健康店 买到 电话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我们很快回来 我们会继续 我们今天的题目 在过去 那么多外星接触的个案 他给我们的地球人 是不断有些不同的信息 那么 刚才 阿Moon 都说了 在1920年开始 到全城时期 1950年 是特别多的 而我们过去的 接触的外星人 都被人当作一种明星 来到 看待 他会去接触其他国家的元首 因为他是一个 外星接触过的人 我知道 每一次外星接触 正如刚才说 好像Billy Mayer 他每一个接触 都有一段 很几年的时间 当然 也不跟他生活 但不断地有接触 不断地有信息 而Billy Maia當時搜集的資料方面有幾十類型的 即是很明顯不同的星球、環境 他們的外形、體型都會不同 我們以前的香港荷里活的科幻片 很多時候說像外星人 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形狀走出來的 很明顯這些資料 很多時候很可能都不是那些 編劇裏面這樣想不到 他們一定有些根據 這些根據很可能參考過這類書籍 這類個案 可以看到原來外星人大概很可能會有這樣的形狀 好像那個大沙類節足 出氣的說過外星人 那個好像小孩子那樣 這種情況我相信都是經過這些過去的 那麼多年的接觸個案 好了 其實我們很希望大家知道 在那麼多的接觸個案 有些什麼比較突出一些 每一次他們接觸之後 他們有些什麼經驗 我們手上有一本書 這本書已經很殘舊 在外國的飛碟議會買 叫做什麼 就是My contact with flying sources 那個作者本身 聽聞好像是一個巴西的大學裡的教授 這本書其實在網上都有機會可以下載 因為這本書其實是很久很久的書籍 這個個案 這位巴西的教授 Dino 聽聞 他是小時候 小時候 小時候 接觸過 但是一直要保密 他跟外星人的協議保密 但是到最後 他都成為一個大學教授 把這方面的資料 他都寫了這本書出來 這本書是否唯一一本書 或者他有其他的資料 或者他公佈過很多其他的知識 以我記得好像只有這一本 因為我也想找其他 我看就看得很有興趣 他就以我了解 雖然他是小時候見過外星人 但是他寫這本書裡面的內容 都是他做了大學教授之後 研究出來 就是再第二次跟外星人再有接觸 他就問外星人很多事情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 是 所以他們討論很多事情 跟科技和技術是很有關的 那外星人就解釋了給他聽 其中有幾個概念 就是很興奮的 因為跟我們現在的科技 的想法是絕對不同 其中一個就是 我們就是第一個 Session 差不多地上級 那時候 他說為什麼其實地球圍著太陽磚 首先就不是圍著太陽磚 是圍著一個 Magnetic Center 來太陽很近的 是一個磁場的中心 那這個磁場中心 就是和地球的磁場 interact 就是吸住了地球 就是讓它不會飛走 那麼太陽的作用 那麼太陽的作用 並不是吸屏地球 而反而太陽光是都推著地球 因為它是off center 即是在中心旁邊 所以便會斜開地球 所以由地球的圍著另一邊 就在其中心的動力 就是圍著磁場中心 在那邊轉 那我們知道陽光是可以推動的東西 因为我们读中学的时候也做过这个实验 就是一个叫radiometer 就是在一个真空的玻璃壁里面 一边是黑色,一边是白色 如果照着灯下去,它就会转 这个实验任何中学生 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 都见过了 所以这个实验应该是 对香港年轻人来说是不陌生的 读实验,读物理一定读过 当时我记忆之中 我记得我们中学有这样的仪器 一个玻璃,一个圆的玻璃瓶里面 当时我们以为 光在玻璃里面的金属的物质 会令到它有一种photo sensitive effect 就是光学的反应 它会放一些电离子 令到那个东西转 这是我们当时学到的 其实,以我记得的正确的解释 就是光预测到黑色的面 它就会推动 因为它一边黑,一边白 它预测到黑色的面 它就会推动 然后转 外星人解释给Dino 就是地球为何围着太阳磚 其实不是围着太阳磚 就是围着太阳隔离 有个磁场中心 它就拉着地球 那是九大恒星的磁场中心 是的,九大恒星的磁场中心 太阳在旁边 就是因为側側地 太阳光就推着地球 就因为側側地 所以就变了有一边的力 推着地球 就围着这个磁场中心 就是因为磁场中心 太阳很近 所以地球科学家 就不知道这个存在 这个想法 现在和现时 即是这个时期 就有一个新的天文学理论 叫做The Electric Universe 就是电的宇宙 它也是一样说 其实那个逻辑是非常之简单 因为电和磁的力 那个吸力也好 距力也好 是比这个所谓万有引力 或者地心吸力 更强 是多过十到十三个翅膀 应该是十三个翅膀 十到十三个翅膀 你想想 就是POW 是的 就是POW 就是一后面有十三个零 是 那么多倍的力 相比起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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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相比起引力 是微不足度 那为什么我们经常读书 教科书都说是引力 是呀 为什么呢 因为到今时今日 大部分的天文学家 是不承认这个宇宙 是有电和磁的存在 嗯 他们不认的 虽然 看到很多证明了 因为现在不断发现新的证明 但是物理学家说不是 是的 物理学家说不是 所以那些天文学家 都不知道怎么说好 做不是 就不承认 是 一定是坚持 这个所谓 万有引力 是 并且呢 当你如果一接受了 这个所谓Electric Universe 这个理论的话 糟了 海恩斯坦整套东西 要扔下垃圾桶 全部错了 我们用回常理去想想 如果我们说 万有引力 因为我们的人 站在上面 不会掉下去 不会掉到太空 是吧 是 这个所谓Gramity 是存在的 是 但是我们说 因为太阳和地球 离开这么远 是吧 而球和球之间的 比例 在宇宙间 其实也是很小的 是吧 是 如果这么小的球 比这么远的距离 而它有能力 拉着它来 兜圈呢 其实拉力也不是很合理 是吧 如果这个地球的地心比例这么强 那我们 因为它拉得很紧 可能那种拉力 可以拉到我们 都可以拉扁我们 是吧 他今时今日的物理学 是有解释到 因为它是和你的Mass 是Proportional 就是你的质量 是的 你的太阳是很Massive 很大质量 人是很小质量 他那个解释不是说没有 但是呢 你如果用逻辑来想 你一比较电 和磁的引力 和万有引力 比较 比较 一比上之下 就是蚊比比牛比 都不止 因为它是 一到 有十三个零 是的 to the power is 13 对 to the power is 13 那么多倍的力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数学来说 你两个加上来 就是 那个细数已经一早就扔掉了 就是 根本是当可以说是不存在 相比之下 是相差那么大 所以其实呢 今时今日 这个天文学的理论呢 是 应该是不正确的 嗯 但是呢 很可惜呢 所有地球的科学 都是这样的 它旧的概念呢 就是有人说过 新的概念 怎样才可以生存下去呢 就是等那些 识旧的概念的人 死了之后 那么新的概念的人 就会出现了 所以呢 听我们节目 这班年轻人 你们记住了 你们要研究 就是电和磁的引力 不是万有引力 并且呢 万有引力 根据外星人说 我们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本身不是一个力来的 是一个 effect 是一个现象 是 就是有其他东西引起的现象 我们以为真的有这样的力 其实不是的 这个不是一个源头 是一个结果 是一个 effect 不是一个 source 所以呢 就是很多东西 我们 就是很大可能 我们今时今日的科学家 是完全错误的 是 他并且 他这个资料 也说了 外星人很明显 很清楚地说给Dino 听 地球 是有一个叫 Etheric covering Ether Ether 就是我们说的 以太 就是中国人说的气功的气 是同一样东西 是同一样东西 那麽呢 就 在现代的科学来说 在百多年前 就有 麦克尔森 摩尼做了一个 experiment 因为 在Einstein 那个时期 一样 Einstein 都本身都认为Ether 是存在的 但是 麦克尔森 摩尼做了一个 experiment 就 证明 Ether 是不存在 那麽从那时开始 所有的全世界的科学家 就不再研究这件事 就说这件事不存在 那麽 很奇怪 就是这个外星人 给Dino的讯息 就是很明显 说Ether 真的存在 第一 第二 他就告诉他 我们的Etheric covering 就是围着我们地球的Ether 厚度有多少 所有的资料 全部都比较 看他画出来 和 更厚 等于地球厚度 等于地球的直径 那麽 是 差不多 厚度 比例上 比地球的半径厚一点 就是一倍的 是的 那这本书 可以叫做地球的气场 是的 地球的气场 没错 那这个 idea 在其他的 alien message 里面 都有提过 尤其 Specifically 就是Billy Meyer 那些资料 是一样 有提过 比亚人 七姐妹星座的人 都有提到 地球是有个气场的 in fact 他就说 人死后的灵魂 就在气场 那里 就是我们人 所有地球的生命 那些动物死了 灵就去了气场 外面 在那里生存 然后到我们投胎 就又落回来 就是我们在这里生存 是的 地球的灵魂 不能去到第二个星球 哦 我们是 trapped 我们是 除非你 以后 作为一个太空人 坐飞船 飞去七姐妹星座 physically 离开了 那你如果在七姐妹星座死 你的灵魂 就去了七姐妹星座 那个etheric covering 就去了那里 在那里造鬼了 所以为什么 今时今日 在地球 那么多人 很可能 就是外星人的灵魂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很多外星人 很久以前 来到地球 在地球死了 那他的灵 就不断地 在地球 重复投胎 in fact Billy Meyer的灵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他本来就是七姐妹星座的 太空人 他很久以前 来到地球 即是自愿的 然后他不断地在地球投胎 就做所谓先知 即是一个新的任务 给他 作为外星人 和地球人 一个沟通一个渠道 但是这个 他们是真是自愿的 还有他有个任期 可能一千年 多少百年 一定要自愿 他不可以勉强 所以其实Dino 这个案子 对我来说 就很interesting 因为他讲很多 关于science的东西 我就是经过其他的research 即是不同的方面 好像我刚才说的 Electric Universe 这些concept 我发觉就是很多 相似的地方 不同的source 但是说的话 是很相似的 这一幅画过飞碟外面 有一层电离化的真空 是 是 是一个open的真空 不是 蓋着个盖子 这样的真空 饼干罐都做到 但是外露的真空 是 我就很有兴趣 是 是 其实这个 用电离子 这个在地球科学家 一样是已经发现了 有个叫做 Townson Effect Effect 还有一个Townson Effect Effect 他在19… 我想一下 应该是四几年五几年 以上 就用一个 又是做一个碟型 像一个飞碟 然后它输入一个很高电压 好像一百万V 那 它这个碟型 不是symmetry 一边跟另一边有少少不同 它一通了电 我想一下 我完全不太记得 可能它通电就是通了一半 总之它这个东西就有个假 吊起 是 那一通了电 这个东西就飞那么快 在那里转 就是换句话说 有个动力推动 是 知道吗 那 就是听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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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就立刻classify 就是保密 立刻就不再发表 秘密 所有 所有的 那些 试图全部是 保密 不再继续 公开研究 但肯定就是 辨密研究 好像飞脂肪 很扁 扁 扁 那个飞机 听那些人估计 是用了这种技术 因为 为什么呢 那些人计 你知道 Townson effect 是 是 一样的 就是用了Townson effect 那个方法 就是 本句话说 这个 这个 轰炸机 那个 机翼 那个后面 是 有个很高的电压 在那里 产生一个 一个 plasma effect 是 来 推动 和 整个飞机 是否 都会像这个 这幅图 制造了一个真空 在机制外面 应该是 很相似 如果你一边有真空 一边不是真空 那边就推 那边很快 那种速度 根据外星人说 它控制 这个机制飞 它的控制杆很简单 是一个 搬圆形的波 就是 有个碟 上面有个 有个 雪糕球 它有个很简单的杠杆 就是 好像我们打机的 那个 控制器 就是 你控制 那个vacuum area 在哪里 就是这么简单 在哪里 它就很自然 就会推 所以 其实 这些 informations 是很Interesting 因为 It actually makes sense 就是 很合情合理 它说的 并且很简单 那 和地球 已经 有 那些秘密武器 是 很接近 所以 我就 很有兴趣 看Dino的资料 是 这个 这个 Dino 就 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有没有说 这个资料是 他和外星接触的时候 得到的 有 有 说明 是外星人给的 他问外星人 对 外星人 解释给你听 对 地球人的 有没有理由 他都会想到的 是不是 理论上 是不是可不可行呢 不是 如果 其实科学家很萌失 是啊 是啊 全都是很死板 是 他接受了那样东西 你说其他东西 他接受不了 是 他想都不会想的 是 所以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教育失败的地方 是不是 是啊 不是教育 不是学院 整个世界的科学家 都是失败 是 因为他们个人都很萌失 他以为他已经知道了些东西 是 我以前都说过 有一套Documentary The Day The Universe Change 是 Document 之前1500年所有的 Scientific Technology Breakthrough 是 James Berg 他的主持 他说最后那一集 他就作了两个conclusion 他说 我看完这1500年 我只可以 draw两个conclusion 第一conclusion 就是 在任何一个时期 当时的科学家 都认为他们 都认识了所有的东西 是 跟着呢 在过了那个时期之后 所有他们认为对的东西 都是错的 是 他说 为什么我们今时今日一样 都认为我们自己 认识的东西 都是对的 他说 这个真是 神经的 你有办法看 你明知 这么多年 都未试过是 错的 这个conclusion 都是 都是重复又重复 是 以为是对 后期又证明是错 因为我们今时今日一样 是以为自己 认识的东西都是对的 我现在很肯定一定会错 真的 你如果真是用 改革的态度去看 去想这些东西 你会发觉 很多漏洞 爱因斯坦的理论 很多漏洞 是 多得 嚇死你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去 很多的博士 教授 为什么不懂得想 所以这些人 每个人都看不到 都看不到 是的 有几个外星接触个案 都说 最难改变他们的想法 就是科学家 科学家 其实科学家 其实是不open mind 是的 所有 他教育越高 他就越closed mind 所以为什么呢 是一潭死水 知道吗 是 只是一定要 等这些人死光 那些年轻的一辈子 就会想一些新东西 是的 这个名言 已经存留了很多 很多 是的 但是千中 我们 还有一个点 因为time is 就快没有 还有一个点 我想说 这个外星人 跟Dino说 他说 今时今日地球有这么多问题 但是 你自己观察一下 你们的社会 是多么 效率是多么低 嗯 他说 为什么你们 那些人 放那么多钱 搞什么 打球啊 那些 就是 很多些东西 是无必要的 是 你为什么浪费那么多精神 那么多时间 那么多资源 那些地方 你为什么不 将你的资源集中 增加你那个 Efficiency 那个效率 解决你地球的问题 他列了很多 他说的绝对是对 譬如好像你律师 这个案子 是没有用的 是 就是辩论哪个对 哪个错 是 这些资源浪费了 你如果社会 是治安好的 你不需要有警察 没错 就是你可以真的列 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是浪费了我们的资源 所以呢 他说的是非常之合理 在这个案子里说出来 是的 在这个案子里说出来 他说得很清楚 他说你们地球人傻的 你这么多问题 你不去浪费时间去想 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你反而浪费时间去看球 打歌符 哇 打几下歌符 可以赚几百万 是的 找长棍打小波 那这些技术 那这些技术 学来有什么意思 学来有什么意思 就是自己自己弄那些 这样的难度 找了小波 找了长棍去打他 哇 那追一追一追 他又赚了几百万 因为是美金 不是港元 不是港元 你想想一下 是的 那你其他的 想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就没有这些资源 是的 所以你地球人真的是 真的 非常有难 是的 我们为什么要探到这个讯息呢 因为其实 我们觉得 如果有外星的科技 外星的智慧 应该是比地球人高很多的 所以我们希望 由这些外星的接触的个案里面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讯息 虽然这些讯息不断地出现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地球人总是听不入腦 好了 那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那阿Moon 他就收集了 有三寸厚的资料 我们不会放过他的 我们慢慢地 每一次叫他 转换一下之后 再和我们大家分享 那刚才阿James 也说过 刚才那本书 在New Google 那个Exopolitics 那个网上 他已经放在这里 是可以免费来 下转回来的 那这本书叫做 My Contact with Flying Sources 作者是 Dino Crasperton 是一位巴西的大学教授 好 那时间关系 拜拜 下个星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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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